第二千六百四十张 书密院的人来找念姐了 晚上睡觉前 乔念接到风渠发来的微信 要他把资料整理成邮件发过去 乔念打开电脑 看了看风渠发来的资料表格 一眼十行扫过去 发现是书密院那边要的 基本资讯的表格 他就顺手拉开椅子坐下 双手搭在键盘上面 按照表格的要求填写好 反手保存下来发给了风渠 乔念看到邮件发送成功就没管了 起身去浴室洗澡 关灯睡觉了 隔天 他早上九点半到第一研究所 人还没进实验室 风渠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乔念一只手放在门把上 另一只手拿起手机放在耳朵边 人挺懒散 有刚睡醒的困倦 声音鼻音很重 喂 念念 你到研究所没 风渠那头的背景音很吵杂 像是在外面 乔念打了个哈欠 推开门 刚到 正准备放东西 风渠马上到 你先来我办公室一趟 嗯 乔念揉了下眉心 放下包包 半蜜眼眸挺倦的 有什么事 风渠不隐瞒他 我这里有人找你 副院长他们也在这里 你先过来 过来就知道了 乔念更想留在自己的小实验室里 接住做这几天未完成的实验 不过他大概猜到风渠找他的原因 尽管女生眉宇间染上一丝躁郁 依旧十分礼貌地说 等我一下 马上过去 风渠 好 我们等你 办公室内 风渠放下电话 妄想坐在会客沙发上喝茶的人 揉了揉脸 跟对方说 不好意思 雷老 他马上来 来人正是阴沟鼻 他大概六十出头 一头银发 一丝不苟地梳理在脑后 露出宽阔的额头 裹字脸 湛蓝的眼眸 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 变得灰蒙蒙 阴沟鼻格外地大合突出 让人一眼就能注意到他的特征 阴沟鼻的人多半不好相处 这人很明显 不属于好相处的人 他听到乔念还没来 面上露出明显的不悦 顺手将茶杯放在身侧的茶几上 但声道 他还要多久过来 风渠跟他不熟 不好得罪他 快了 雷纳德显然不满这个答案 皱了皱眉头 不再搭话 办公室里的气氛沉默下来 他不说话 风渠也没说话 师傅 周周还有过来送东西 暂时没走的徐翼和薛珠都没说话 时间滴滴答答过去 每一秒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 门口传来动静 雨声吊耳郎当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伸手敲了下门 懒洋洋的开口 报告 风渠看到 他 立刻站直了迎上去 快进来 乔念走进办公室 就看到端坐在办公室沙发上的三张陌生面孔 为首的老者面相挺不好相处 另外两个人看起来倒是普普通通 没什么特点 他收回目光 旋即看向风渠院长找我有事吗 风渠把他拉过去 跟他介绍道 这位是书密院的雷老 另外两位也是书密院的人 他们找你有事要谈 是关于这一次招新的问题 第2641章我们书密院不收东方人 特别是西国人 他跟乔念解释完 又转头跟影视家族的人介绍 这是乔念 我们第一研究所未来的继承人 风渠特意这么说 也是为乔念增加筹码 果然 阴沟鼻身边的两个书密院的人 朝着乔念头去异样目光 相比于之前的冷漠显得重视一点 只不过他们最中间的那位雷老 依旧面无表情地端坐在那里 也不跟乔念打招呼 声音地开口打断风渠的介绍 直接了当地对住女生道 我今天找你来是跟你说资料的事 你资料上填写的西国人 你不是独立周的人 这话问得相当不客气 乔念着他说话的语气和眼神中 能感受到他强烈的轻视和不满 则 他扯了嘴角 挺糟的 一样不大客气的态度 啊 不是 雷纳德顿时脸色一黑 上下审视他 你是技嘉嫡系 怎么会不是独立周的人 周周知道乔念的脾气 担忧地看过去 女生果然伸手压了下鸭舌帽 红唇微张漫步惊心道 您不是独立周的人 不是也来了独立周 雷纳德的脸色成功又差了一层 这个态度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 乔念一向是你什么货色 我给什么脸色的人 不耐烦地看他道 你们找我什么事 他不想耽误时间 言解一概 有事说吧 我还忙 风渠后背一凉 全是汉 恨不得上去拉住这位小祖宗 他也太能气人了 树密院的人何时受过这种冷落 阴沟鼻气得脸都发绿了 碍于在场的人 他隐忍住拿出文件丢在茶几上开口道 我们树密院不收东方人 特别是戏国人 树密院极度排斥东方面孔 或者说他们骨子里就轻视个头矮小的东方人 雷纳德尽量平心静气地跟他说 可语气里依旧透露出自己高高在上的心态 我给你想到一个办法 你要实在想进树密院可以重新填一份资料过来 前提条件是你要把系国国籍改成独立州籍 我们勉强给你开个先例 这也是昨天他们收到乔念发来的资料后 紧急开会商量过后各方得出的一个折中的办法 姬家这次态度很强硬 不换人 他们就要推乔念进树密院 但乔念是系国人 树密院绝不允许他这种低劣的人种进入核心机构 这是对他们影视家族的一种侮辱 会拉低他们的档次 这已经是我们让步之后的结果了 没有回旋的余地 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 他理所当然 你们换个国籍大概就半个月时间 我给你十天 你找人把国籍换好 再发一份申请过来 我们重新审核你的资格 他努努下巴 是一女生捡起桌上的文件 但声道 这是你的申请表 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里面有我们对你的要求 乔念一直侧身站住 神情极其玩味 这段时间我会留在独立州 把你的事情办完 你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来找我 我的饭店房号是 他还没说完 第2642章 念姐当着她的面把文件丢进垃圾桶 女生大概是听不见了 禁止打断她 不用了 她默然闭嘴 极其不悦地盯着女生的脸 似乎很不高兴乔念这么没规矩地打断她说话 乔念走到她面前 弯腰捡起文件夹 在她和另外两个书密院的人的注视下 走到垃圾桶前 松开手 直接把文件夹丢进了垃圾桶里 然后女生再转过身 双手抄进兜里 拯俊地看向沙发上坐住的三人 我不进书密院了 她说着就要离开办公室 阴沟鼻牢者何时经历过这种情况 她疼得站起身叫住要走的女生 你知不知道书密院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地方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不珍惜 女生在走出门前倒是停下来了 不过懒得回头 听没听过鸡国一句老话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书密院待在井里太久了 这世界上不知你们一个机构 她每一句话都轻飘飘地语掉 懒散并不强势 但每一个字都戳中三人的心窝子 让他们变了脸色 久久无法冷静下来 女生转眼离开 办公室只剩下书密院的人和周周他们 徐一一直靠站在角落里 对眼前发生的事无动于衷 从她清俊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意外 彭扶知道乔念一定会拒绝书密院一样 薛珠比她激动 不过是那种微微张嘴 被乔念摔到燃道的激动 在场的几人里 只有风渠抬手遮住眼睛 一副头痛欲裂 不知道怎么收拾烂摊子的表情 那个雷老 他勉强开口 想替乔念挽回一下 毕竟书密院可不好惹 他才开口 阴沟比老者大概是反应过来了 面色变得极度难看 站起身来 冷冷地说 他既然不愿意进书密院 我们也不勉强了 告辞 另外两个人 跟住起身 其中一个大概是想说什么 雷纳德正在气头上面 愤愤不平地对他们道 我们走 风渠看到三人 气冲冲地离开研究所 也没出去送 等人走了 他才回头跟师父说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师父拿起自己的保温杯要走 换成我也不会答应 他们提的要求 科研没有国界 科学家却有国界 书密院这样子 歧视东方人 换成他是乔念 他也不会为了进书密院 改变身份 这是风谷 我走了 回去做实验了 师父平静地往外走 风渠看住他就这么走了 无语地督孤浓道 强烈要求人家进书密院的是你 回头闹掰了 第一个接受结果的也是你 我真不知道你一天天地在想什么 周周走过去 院长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还要管吗 风渠看看他 最后颓然放弃 就这样子吧 我也不想违背他的意思 再说这次书密院 未免太猖獗 话里话外 都透出高人一等的态度 这一点让风渠也极为不满 所以他不打算出面调停 至于书密院那边 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就算了 第二千六百四十三张 雷老 我们来的目的 不是跟他闹掰 第一研究所外面 三人刚走出去 其中一个长相普通短发的中年男子 就放慢脚步 不赞同的跟同行的英勾鼻老者道 雷老 您刚才说话的态度 是否太过冲动了 我们是来跟他商量 不是逼他必须照我们的要求去办 这下闹翻了 我们不好回去交差啊 英勾鼻正在气头上 停下来目光凌厉地看他 你什么意思 你没看到他对我们的态度 哪里有半分尊敬 中年男子一阵语色 心想那不是宁先挑衅人家的吗 雷纳德可不管自己先前是什么态度 他只管乔念是什么态度 哼了一声 道 他摆明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未必我们淑密院还要上赶注求他不成 长相普通的中年男子不好跟他争辩 手摁了下太阳穴 神情无奈地对他说 雷老 您别忘记了 淑密院对这次的招心商量的结果是什么 淑密院这次让他们过来 是帮乔念好前期手续 而不是闹得人家补进淑密院了 这可不是他们这次专程过来一趟的目的 我看过他的资料 中年男子继续说 他是个可塑的人才 很适合进淑密院 我们需要培养新鲜的血液 英勾比极其不高兴地说 淑密院从来不收 东方人 我已经做出让步 让他改成独立周籍 这个要求不难做到 他偏偏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还把我们给他的申请表丢进垃圾桶 是可忍孰不可忍 薛老的意思 中年男子跟他不是一个派系 所以才敢跟他争执这件事 中年男子刚搬出保守派的领头人 薛老的名头 英勾比老者眼眸一沉 满脸阴沉地说 你少拿他来说事 你们要是不满意 你们自己去跟他商量 我可不伺候了 总之 我是不会同意一个戏国人 禁书密院 哪怕他身上流淌着 技嘉嫡系血脉也不可以 我之前不知道 他坚持不肯改独立周籍 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会再跟阁老们商量 他不想进书密院 书密院还未必肯要他 他说完 气冲冲地往外走了 中年男子眼整整看他离开 也只好落后他一步走 顺带匆匆给自己那一派的领头人 薛老打电话 把这边的情况跟对方汇报一声 等雷纳德一行人 回到下榻饭店的外面 正准备搭电梯上去 忽然一个声音叫住他 您是雷老吗 雷纳德回头就看到年轻的女人 朝他走过来 名谋好齿 看起来很是客气礼貌 他瞇了下眼睛 问起身边人 他是谁 这次书密院一共来了三个人 一个隶属于保守派 一个是雷纳德的激进派 另外一个 则是不险山不露水的中立派 中立派相比于其他两派 成天炒得不可开交 他们两头不得罪 两头吃 虽然看起来不算特别出众 但在书密院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那人看看走过来的纪紫英 神色不变地说 好像是女皇推荐的那位 纪小姐 第2644章 乔念拒绝了书密院 女皇推荐的人 雷纳德稍稍连起眼底的脑溢 看向走过来的女人 纪紫英很快就走到两人面前 十分恭敬地掏出自己的名片递过去 雷老您好 我是纪紫英 这是我的名片 阴沟鼻老者不动声色地伸手接过来 对他的态度并不算多热切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纪紫英知道对方的身份 不敢隐瞒 我从影子大人那里听说 您要来独立州办事 所以一直等在第一研究所外面 我本来想进去拜访 只是身份不大方便 就没进去打扰两位 他 含糊地解释一番后 抬眼看向阴沟鼻老者 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表情 谨慎地开口 雷老 你们的事办妥了吗 他知道 书密院的人今天会去研究所找乔念 就心急如焚地在外面等住人出来 他也不是没想过要闯进第一研究所 但第一研究所 也不是谁想进去就能进去 特别是他这种 被第一研究所赶出去的人 更是很难进去 纪紫英眼眸闪烁 紧张地观察两人的反应 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抠紧 用力地握成拳头 哼 人家放话出来说不进疏密院 他大概提到阴沟鼻老者的痛处 他几乎脱口而出的嘲讽暴 还好他身边的人拉了他一把 雷老 谨言慎行 雷纳德默然反应过来 神色更难看 那人转头对纪紫英道 纪小姐 你的名片我们收到了 我们现在准备上去休息了 就不奉陪了 纪紫英还处在震惊当中 嘴上却反应很快 好的好的 我就不打扰两位了 他看看雷纳德 很有眼力见地表示 雷老 我从小在独立州长大 你们如果想逛一逛独立州 我可以当两位的导游 另外 这里酒店有我的股份 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跟我联系 我的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 他说完 很有礼貌地侧身让开路 还替 两人按下电梯按钮 一副乐意为两人出力的样子 电梯很快来了 两人在他的注视下进了电梯 没一会儿电梯门关上 电梯左侧的数字开始不断地上升 纪紫英在电梯关上的一瞬间 收起脸上的面具 嘴角微脸 有些不可思议的滴纳 他拒绝进疏密院 这世界上竟然有人会拒绝疏密院 抛出的橄榄枝 乔念未免太狂了 他知不知道疏密院背后代表什么 纪紫英在这一瞬间血气上涌 心跳的砰砰砰 几乎要跳出喉咙管 他一方面不大敢相信乔念会拒绝疏密院 一方面又恼恨乔念竟然敢拒绝疏密院 这种又惊喜又恼恨的复杂心情 营绕在心间 几乎要把他灵魂撕成两半 纪紫英相比于嫉妒 还是庆幸的情绪占上风 他很快收拾好心情 掏出手机转身往外走 影子大人 我见到雷老他们了 没 我只看到两个人 雷老说 乔念拒绝进树密院了 他 压低声音 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 我也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 他们应该是谈崩了 第2645章打脸 我们只认技家嫡系一脉 电梯里 阴沟毕老者将继子英给他的名片收起来 刚好到地方了 他面无表情地走出电梯 拿出房卡准备回房间 跟他同行的人却叫住他 雷老 树密院商量出来的结果是乔念 不是继子英 您可别弄混了 雷纳德已经刷开房门 文言转过身 看向提醒自己的人 心头一阵不快 我知道树密院的决定 你不用提醒我 那就好 那人是中立派 所以不想跟他吵 笑笑打开房门 雷纳德看住对方一声轻松地走进去 心头越发的不是滋味 就看住对面的房间冷声道 你也别忘了 大家之所以做这个决定 是因为当时不知道他是东方人 还是系国人 他绷住脸 既然他不愿意改国籍 大家一定会重新考虑 他是不是适合在进树密院 对面房间的男人 有些惊讶他这么大的反应 听完他的话 倒是心平气和的汗手 只要是树密院的决定 我没意见 雷纳德有种自己一拳 打在棉花上面的无力感 他不好得罪中立派 就强忍住心头的不悦 进了自己的房间 砰得一声关上门 回到饭店房间后 他马不停蹄地给电脑连上网 然后联络了树密院 将今天自己在第一研究所的遭遇 都跟树密院那边说了一遍 最后 他语气极其不爽地说 我们树密院从来没有过 吸纳东方人的先例 他不愿意改成独立州籍 我的意思就是换人 我见过他 他太疯狂了 这种性格的人不适合树密院 我们树密院也不需要这么有个性的人 他连基本的规矩都没有 也不尊重树密院 我真不明白非要他的理由是什么 就因为他是技家 如果为了这个 技家也不止他一个人 不是还有一个县城的人选吗 他开的是会议视频 视频那头正对住树密院本部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 阴沟比老者火气很大 也不掩饰自己的脾气 气愤地说完 等他说完后 影片那头银发老者淡淡地开口道 你说的县城的人选是谁 继子阴吗 雷纳德皱起眉头 阴谋微沉 我只是说技家不止一个人 嗯 银发老者淡淡地接枪 疏密院指认技家嫡系一脉 至于那些八杆子打不住的旁枝 我们不认 他 的话瞬间让雷纳德哑然无声 但乔念的态度还是刺激住他的神经 可是他不愿意为了树密院改成独立周籍 我们难不成要一个东方面孔进树密院 还是流淌着C国血脉的人 他实在不能接受 一个东方人进树密院 树密院是多尊贵的地方 怎么能让低肋的血统拉低他们的档次 银发老者却眯起眼睛 几乎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波动地说 你别忘了 我身上也流淌着一半你看不起的东方血统 雷纳德似乎极为忌惮他 全身一僵 马上打圆场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第2646章你说的这个 我们会投票决定 你说的这个事情 我们会开会决定 银发老者没就在小细节上面不放 沉稳地说 如果会议上有超过半数的人同意 那他不管改不改成独立州级 树密院按照规矩都会选他 如果会议上超过 半数的人不同意呢 雷纳德马上到 银发老者跟他四目相对 十分平静地说 如果超过半数的人投反对票 那树密院就另外选人 他刚想提女皇提议的人选 话到嘴边上 他又默默地把花咽回去 算了 现在说这么多也没用 不如等投票结果出来再说 只要不是那个乔念 空出来的位置 还不是跟他们之前商量的一样 会变成女皇选择的那个人 所以 他大可不必在这个时候 跟薛丛林这个老匹夫对注感 雷纳德关掉电脑上的视讯会议 下拉的三角眼越发的阴毒 转而联系起中立派的人 树密院从来都是投票制 一旦需要决定大事 都是三方投票表决 这种时候 中立派的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雷纳德这次很有信心 说服中立派站在这里这边 他说前就前 一通电话打过去 喂 是我 帮我转献给雅各 同时 徐一刚要去乔念 走到路上就接到陌生电话 他看到那串熟悉又陌生的数字 心头就一阵烦闷 走到角落接起来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 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吗 少爷 我过来给您送东西 在外面等您 电话那头的声音温柔和煦 听得出上了年纪 对他十分的恭敬 徐一眉头紧锁 忍了忍 说 你在哪里 那人报了一个第一研究所外面的位置 徐一越发的心烦 转身往外走 你站在那里别动 我马上出来 他挂了电话 想了想 又低头给女生发了个微信讯息 说自己碰到点私事 晚点过去 女生的头像一如既往的简单 只是一张纯白的背景图 徐一消息发过去后 那头没有回来 他知道乔念可能在忙 压根没时间看手机 就明明纯 将手机放回兜里 快步往外面走去 外面 一辆低调的黑色帕萨科 停在外面 司机没下车 车子旁边站住的是个 满头银丝的老妇人 老妇人衣着朴素 头发梳得一丝不够 十分前进整洁 他手里拿着一个盒子 一直静静地站在香章树下 等待里面的人走出来 五分钟不到 徐一从里面走出来 朝着他走来 老妇人脸上露出明显的喜悦 安纳住心头的高兴 照他说的站在原地不动 等他过来 徐一三两步走过去 看到他 到底是没很下心 只是清俊的脸上 没什么多余的表情 我不是说让你们别来研究所附近找我吗 我是替你父亲 给你送东西过来 老妇人仰起头 沧桑的眼睛里满满的温柔 今天不是您的生日吗 他把自己带来的东西递过去 这是您父亲送您的生日礼物 第二千六百四十七张少爷 您父亲希望您能回去 徐一眉伸手过去 只冷眼看着他递给自己的礼物 敏纯 十分冷漠地说 不用了 我没父亲 老妇人似乎知道他会这么说 并不勉强他 慢慢地放下手中礼物 低声道 您父亲希望您能回去 徐一满满地嘲弄 他生不出来就想认我了是吧 少爷 您别这么说 老妇人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想了想说 您回去对您自己的发展也有好处 您一直留在这里 吃了不少苦 只要您回去 他还没说完 徐一就连起眼眸挡住眼底阴霾 嘴角拉成一根线打断他的话 我不会回去 老妇人有些愁愁不安 他双手插兜 清冷继续说 你回去告诉他 我不需要他找人来教我 也不需要他廉价的官 我只要他别来打扰我的生活 我现在过得很好 没有他 我和我妈会过得更好 少爷 徐一不想再跟他在研究所门口纠缠 我要走了 你回去吧 老妇人一脸无奈 欲言又止地想劝他 可又不知道从哪里劝起 他只好对眼前已经长大的青年说 好吧 我把礼物带走 但是少爷 您父亲给您安排的老师还得继续教您 您也别太抗拒他了 否则您母亲就会知道是谁给您找的老师 徐一眼眸微冷看他 老妇人不忍心这么做 可他也没办法改变现状 您父亲不会允许您赶走老师 您要想保护自己的母亲不被刺激 就请您忍耐下去 我知道了 徐一摆摆手 示意他离开 老妇人将自己带来的礼物放回车上 拉开车门上车 徐一看到他上车 目送他系上安全带 就转身往研究所走 他往回走 就没看到车上司机回头跟老妇人低声不解道 来管家 您说少爷怎么就不愿意认祖归宗了 好了 少说两句 老妇人显然知道一些内幕 看到青年受血的背影一阵心疼 低声低难道 他从小跟母亲一起吃了不少苦头 不愿意回去也是应该的 司机还是不明白徐一不愿意认父亲的原因 老妇人明显情绪不高 抬抬手 吩咐他 我们走吧 他还要回去给昆廷汇报 另外还要报告下少爷这段时间的学习进度 前天老师给他讲了影视家族的势力分布 也不知道少爷听进去多少 老妇人不再停留 少爷不喜欢我们打扰他的生活 走吧 司机不敢多问 调转车头 将车缓缓地从研究所门口开走 因为他们开的是帕萨特 所以没多少人注意到他们 黑色轿车低调的 旁扶从未出现过似的 无人在意 倒是马路另外一边 一辆银色灰腾上面驾驶座上的男人 摇下车窗 看住黑色轿车 跟他擦身而过 他开门下车 斜斜地靠在车边上 微微低着头 给自己微信列表的第一个人 发了条讯息过去 阳光倾斜地洒在他身上 勾勒他宽阔的肩膀 脖梗线条修长 蔚蓝色衬衣穿在他身上 恰如其分的从容凡贵 宛如一幅山水画卷般 逐而不群 惊世的第三种 角色 夜望穿 第2648章这年头 影视家族这么不值钱吗 第一研究所里 徐一刚回去 乔念果然在做实验 正带着护目镜目不斜视地 观察眼前的反应堆 都没注意到他进来 徐一看到这一幕 心头松了一口气 心情平静下来 他脱掉外套 换上实验室专用的白大褂 走过去问 你在做第三实验 嗯 女生头也不抬 视线牢牢地放在反应炉上面 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反应变化 徐一梅在打扰他 安静地站在一旁 和他一起等数据出来 一个小时后 反应炉停止下来 乔念手拿住笔 一笔一画地记录下实验数据 他白皙的侧脸轮廓分明 下额线条极为流畅 是那种会让人一眼惊艳的好看 再加上他神情专注认真 压黑的睫毛往下垂 萌萌地过度输了 乔念记下所有的反应数据 又拿上笔记本回到电脑前面 把自己拿到的数据录入进去 他最近没日没夜泡在实验室里 电脑上面已经有不少实验数据 乔念将最新的资料写上去 敲下Enter键 电脑处理了几分钟 弹出一个3D的建模 此刻的3D建模的线条还很简单 只有寥寥几笔 但已经能看出大概的构造轮廓 徐一折一地盯着荧幕上 匀速转动的建模模模型 清冷的眼眸里迸发出狂热 半导体飞弹 他还没看过这种构造的导弹 乔念看到电脑上面 越来越清晰的模型图 他起身去饮水机前接了杯水 折返回来 趁住休息的功夫 就顺手拿起手机 低头验证荧幕上的密码锁 他打开手机 一眼就看到夜网穿半小时前 寄给他的微信 乔念就点开微信消息 入目是某人的头像 他往下拉 很快看到最新一条 Y 你身边姓徐的同事 认识影视家族的人 乔念刚做完一个复杂的 核反应炉实验 脑子混沌的 还没理清楚头绪 猛然看到这样一条微信 他足足停顿了半分钟 才想起来 自己身边哪个姓徐的同事 QN 他给夜网穿 随手回了三个问号过去 那头秒回过来 Y 我在研究所外面 碰到影视家族的人找他了 两人看起来很熟 所以问下你 乔念看完微信上的消息 抬起头 就直接问 你认识影视家族的人 徐一本来还在研究 他电脑上的飞弹模型 闻眼有意地看过来 玄机有些尴尬 你怎么知道 我听人说 看到你跟他们接触了 乔念用很寻常的语气问他 就像是朋友之间闲聊 没啥特别意思 徐一紧绷地抬起了肩膀 慢慢放下去 苦笑一声 眼睛看他 我跟你说过身世 乔念想了想 才想起来 他说过的私生子的事情 就问了一声 徐一闽纯 那边的人来找我了 他是影视家族的人 乔念既有些惊讶 又并不感到意外 上次徐一跟他说起 纪紫英的事情 他就猜过 徐一的父亲 可能是影视家族的人 没想到他的身世 还真能跟影视家族 扯上关系 乔念突然产生一种 影视家族 好像随处可见的既视感 这年头 影视家族 这么不值钱吗 第2649章 徐一的父亲 还真是影视家族的人 徐一想把手 插进大白挂里 又半途放弃 无处安放地垂在身侧 我不知道他在影视家族里 是个什么身份 我也没问过 只知道 他派到我身边的那些人 常常跟我提起 影视家族视力分布 和一些外面都没听过的消息 乔念看到他冷静的眼眸下 藏住一簇火苗 就点点头 不再多问 笨 知道了 徐一看他很自然地转身 准备继续下一场实验 心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没忍住问被对住他的女生 你 你不问我吗 乔念拿来的前进的试管 回头 吊耳郎当地反问道 问你什么 徐一看住他 开始忙碌地 做起实验的前期准备 一时之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走过去 帮忙收拾之前没收拾的反应堆 敏唇 头发滑落眉骨 你不问我 他们都有些什么人 他们有没有找我打听过你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乔念刚把试管放在试管架上 听到这里 歪过头 哑然一笑 你都说了是他们找上门找你 问我干嘛 徐一皱眉 当然是因为你 他在影视家族名声响亮 他在M国跟女皇硬碰硬 还全身而退的事情 他都从那些人口中听说了 他在影视家族这些人眼里就是异类 那些人都想了解他 乔念打断他的话 就算他们要问我的事 我也不担心 徐一看他 问动嘴唇 没问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不会告诉他们 乔念看出他想问的话 笑了笑 挺不羁地说 他相信徐一不会出卖自己 当然 就算徐一出卖他 他也有能力自保 这是自信 徐一就不再说了 拿起大理石台上的记事本 冷静地说 接下来你要做零件实验了吧 乔念看他自己想通了 就没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把记性入盘上的 零件实验的演算公式给他 哦 就是这个 我看看徐一拿上草稿纸 自己走到一旁去研究去了 乔念也没管他 重新将注意力放回自己手边 正在忙的事情上面 另一边 风渠从马丁那里收到消息说 树密院那边要对乔念的招心 进行投票表决 他火急火燎赶到办公室 第一时间想给乔念打电话 把人先叫过来 商量一番 谁知道他还没打着通电话 就接到外面夜网川的电话 他匆匆出去接了人进来 助理看到风渠亲自接待了个年轻人来办公室 十分差异 很快就去泡了两杯花茶出来 你先出去吧 风渠抬抬手 示意他出去 是 院长 助理就瞄了眼独身前来的男人 默默地出去了 顺带还帮他们拉上门 等办公室安静下来 只剩他们两人时 风渠率先坐不住了 挪动屁股问他 你怎么来找我了 跟念念有关 夜网川来独立州都快接近半年时间 他一次也没回过第一研究所 把距离把控的分毫不差 不愿意跟研究所扯上关系 第2650张望爷在树密院还有人 风渠没想到他会主动找自己 他脑子不笨 怎么可能转不过弯而来 不知道夜网川的软肋是什么 只有瞧念才能让他放弃原则 他猝眉又猜测到 你是为了书密院的事情过来的 你也听说了 夜网川优雅地端起茶具 用盖碗轻轻拂过上面的茶墨 吹了一口气 抿了一口茶 然后抬眸挑了挑眉问他 今年的新茶 风渠 他倒是十分沉稳 微微一笑地夸了句 味道不错 风渠坐不住了 直接跳过这个话题 你别跟我说茶了 你要喜欢这个茶 我回头把办公室里的茶叶都送给你 他脖子都要伸到叶 望川脸上去了 心急火燎地问 你是不是有办法了 夜望川风轻云淡地往后仰 跟他拉开距离 这才不及不虚道 我查了下书密院现在的构成 保守派有十六人 激进派有十五人 中立派有十人 中立派看起来人数不多 但他们才是决定 疏密院每次决策的人 你 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风渠挺住急的 立刻就问他 你也知道他们打算投票决定 念念能不能进去了 夜望川微微汗手 我刚知道 风渠就吐出一口浊气 挺烦地站起来 在他面前走了一圈 又停下来说 继子英那边有女皇的势力 他又上门去找过雷纳德 激进派那边 肯定都要卡念念的名额 中立派 我这里就一个马丁 他倒是愿意站念念这边儿 可一个人明显不够 风渠跟马丁十几年的老交情了 两人算默逆之交 风渠还没开口 马丁就直说会投乔念 马丁只是中立派一个边缘人物 他虽然也能投票 可中立派的人都只听教会的大主教昆廷的安排昆廷 据说很厌恶东方人风渠跟他说 我跟季篁说了这个事情 他说可以联络昆廷 不过不能保证结果 中立派之所以是中立派 就是因为他们跟尼丘一样滑 不留守 这些人和家族几乎是隐食家族非常独特的存在 他们隶属于隐食家族 也加入书密院 可是他们不把女皇当成自己的领头人 他们更愿意听从大主教的安排 这些人偏偏又掌握了不少的财富和权势 连女皇都一直想要拉拢他们 只是有大主教的存在 女皇花了几十年也只是让他们表面上属于隐士家族 没有脱离家族而已 女皇一定会集这个机会拉拢中立派 彻底堵死念念进书密院的路 风渠搓着手 心烦意乱 叶网川当然知道这些 只说 我在书密院有两个自己人 是中立派的人 风渠本来满腔筑脊上火 听到这里 活跟见鬼似的 你在书密院还有人 这 隐士家族的心脏就是书密院 他在隐士家族的心脏上面成功安插进自己人 这手腕 风渠看住男人年轻的面庞 内心无比震撼 你 他话到嘴边 都不知道想说什么了 第二千六百五十一张书密院 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术的地方 叶网川将茶杯放回桌上 看向他说 另外女皇的动作比你想得还要快 他第一时间就联系过中立派那边 不过我得到的消息是大主教还没松口 我们要解决这件事 就要抓紧时间 尽快在这两天就把人拉拢过来 不然就算是中立派 他们也属于 是家族 多少要卖女皇点面子 中立派的人之所以不强出头 就是因为这些人够聪明 是人精中的人精 这些人可不傻 不至于为了个外人打女皇的脸 这种时候 除非有更多的利益 让他们愿意出这个头 而玩弄人心 不就是今世夜少的强项吗 你去找马丁 让他把纪紫英在研究所 剽窃别人成果的事情 先发酵出去 风渠有黑苍老的脸庞流露出了燃 马上说 我知道了 叶望川继续说道 我会让人再去查下 纪紫英的底细 他这么多年 应该不止签了一两件事情 纪紫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 他可没有什么底线和原则 风渠点点头 但还是心里欠欠的 语气很沉 我们光靠这些够吗 他们要的是念念改国籍 他也十分厌恶 书密院歧视东方人 歧视系国人的做法 他从不觉得人种有优劣之分 大家都是人 哪里来的三六九等 就算人有三六九等 又凭什么由他们来定义 谁是上等人 谁又是下等人 他们想要 我们就给骂 叶望川语调舒缓 每个字都说得很慢 脸却沉下去 书密院也不是这一两个人 说了算术的 风渠吃下一颗定心丸 不再耽误时间 走到办公桌前面去拿电话 我跟马丁说一声 与此同时 书密院叫回那边 随着独立州的消息传过来 书密院内部吵翻天了 助手敲门 亲手亲脚进去 低下头 大主叫 宇皇那边有给您打电话过来了 您要接吗 五彩的玻璃后面 男人站在十字架前面祷告 压根没有回头 跟他说我身体不适 是 助手又放轻脚步出去 过了一会儿 又有人进来 大主叫 雷老的电话 找您的 说是有事要跟您说 回答他的 依旧是男人冷漠的声音 说我有事 不断有人进来又出去 全是各方找上门来的势力 想要抢先一步 先一步拉到中立派的支持 包括马丁也联系了他 不过都被男人拒绝了 这时 有人从阴影处走出来 看到站在十字架前的男人 就低声道 女皇也找过我 我看他 这次态度很强硬 我们没必要为了一个外人得罪他 女皇推荐的那个技嘉旁枝 虽然平平无奇 好歹是个独立周级的人 他说话期间 男人双手交错站在十字架前面 压根没有睁开过眼睛 庞扶一切都不能打动他 冷漠到极点 这一两天他都是这个态度 无论是谁找他 他一律不见 谁的面子也不给 同样因为他谁也看不见 这样做也相当于 没有偏向任何一方的意思 就像夜网川给他的评价一样 这人精明到极点 第2652章 他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情 他没回答阴影中的人文的问题 而是睁开眼睛 一双琥珀色的眼睛看过去 不怒自威地诞生到 独立周那边有消息了吗 雅各刚要回答 手机就在兜里震动起来 他赶紧摸出手机 低头看看来 电显示 证了正神色 上前将手机交给男人 昆婷 老管家的电话 男人不急 不许地伸手接过电话 声音听起来十分冷酷 喂 雅各很自觉地 又退回到阴影当中去 耐心地等男人 接完电话再说 只听男人微微扬起声量 有些烦躁地开口道 你说他把我给的生日礼物 退回来了 雅各抬起头 明显愣了一下 很是错愕 他知道 大主教在独立州 有个二十来岁的私生子 对方没要大主教送的礼物 喝 他倒是很有骨气 男人并不是很生气 看得出他对儿子的包容度 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还想继续留在那个研究所 电话那头 的老管家压低声音 十分小心翼翼地回答 少爷似乎很喜欢 第一研究所的工作 最近他都要在研究所 待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 好像是和朋友 在忙一个实验 朋友 昆婷有些欣慰地问 他在找到徐毅之前 早就调查过徐毅的背景 徐毅性格孤僻古怪 从小就没几个朋友 独立得很 老管家轻声回答 少爷身边有个 很重视的朋友 我听他母亲 也提起过那个朋友 说是帮过他们不少的忙 平日里很照顾他们 昆婷虎珀色的眸色一闪 薄唇上下一碰 哪个朋友 少爷朋友是女生 挺年轻的 老管家非常自然地说 好像叫乔念 她没有出生了 第一研究所乔念 她没想到 世上还能有这么巧的事 下午六点 乔念看下 墙上挂表的时间 准时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徐毅还在研究 他给的那个演算公式 只见他眉头紧锁 不断地在草稿纸上 写写画画 他快把推算 写满整张纸 就算这样子 徐毅还在 剩得不多的空白处 继续验算结果 乔念换上自己的外套 拿上包 走过去看到他还在那里苦思冥想 就拍了下他肩膀说 算不出就算了 回头我来弄 我先走了 我再试试 徐一头也没抬 彭扶跟草稿上的数字杠上了 乔念知道他的性格 就没有再打扰他 轻手轻脚地走了 研究所外面 叶望川早就出来等他了 见女生从研究所里出来 他迎上去 自然把女生肩膀上包拿过来 提在手里 往车上走去 今天怎么这么早 乔念还在想 自己电脑上的模型图案 文言有些漫不经心地说 你不是在外面等我吗 我就早点出来了 叶望川拉开车门 将他的包放在副驾驶位 回过头 看他心不在焉的样子 就从车里面 拿出一瓶水递过去 我听说你拒绝了书迷院的人 第二千六百五十三章商会联盟 找到漠东那里去了 乔念拧开瓶盖仰头喝水 听到这里 他放下矿泉水 拧起瓶盖 锤某准备上车 你听谁说的 叶望川体贴地替他把水放回车上 等乔念上车 弯腰拉过安全带给他系好 说 封院长说的 乔念因为他靠近 自己是扑洒过来的侵略味道 微微走神 当他回过神来时 就点点头挺不在意地说 我 我是拒绝了他们 不过我不后悔 换成现在 我一样会拒绝他们 叶望川本来想说 书迷院后天就会为他进不进去 搞一场投票表决大会 可看女生魂不在意的态度 他就没提起这个来扫兴了 乔念之所以进书迷院 更多是为了不让风渠和石浮他们失望 并不是他自己多么想进书迷院 书迷院提出改国籍的苛刻要求 确实太狂妄自大了 叶望川就跳过这个话题 拉开车门上车 系上安全带跟他说 西蒙找到墨东那里去了 他还是想请你吃饭 为上次餐厅的事情道歉 乔念猝了下眉头 我不是说过不必了吗 叶望川驱车子 手搭在反向盘上 俊脸神采奕奕 风流倜傥 吃笑道 他这不是怕你生气 想弥补一下跟你的关系 乔念还没说话 他就淡淡地说 商会联盟不是一次两次当墙头草了 他又想要巴结季子英 又不想得罪你 世界上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 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乔念就收回视线 目不斜视地望向前方 一只手放在腿上 十分闲散地应了一声 恩 西蒙那边好不容易透过关系联系上墨东 找墨东在中间替自己说情 结果在家里等了半天 也没等到墨东回电 他实在没忍住 又硬住头皮打通墨东的电话 墨东倒没有不接 西蒙见对方接电话 立刻站起身往书房走去 墨少 我昨天拜托您的事情 您帮我转发了吗 要 门里 五官粗广的男人正翘住二郎腿 将腿搭在桌上 斜斜地靠在椅背上看监控 他接到商会联盟的电话 憋不住冷笑一声 我没找你 你还好意思来找我 西蒙心跳加快 马上问道 墨少 这是什么意思 你跟我说想约乔小姐吃饭 怎么没跟我说自己干的好事 你TM舔记紫英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要请乔小姐吃饭 你现在想起要请乔小姐吃饭了 怎么 怕记紫英不带你认识饮食家族的人 墨东把腿放下来 吐出嘴里的牙签 墨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问他 谁呀 墨东面沉如水 都懒得回答 纪紫英的小跟班儿 西蒙被他呛得一阵哑然 老脸一热 求饶道 墨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哪个意思 墨东竖起眉头 十分不客气地问 西蒙尴尬极了 擅自地跟他解释 我那天是想让乔小姐和朋友进去吃饭来住 只是 只是 那天不大方便 我家在中间也不好做 第二签六百五十四张望爷一出手 就是快准狠 行了 墨东不用他说完 把夜望川的话给他复述了一遍 墨了说 你之前找乔小姐帮忙的时候 哪次他没帮你 你现在说家在中间不好得罪人了 那就别得罪了 以后也不用担心得罪谁了 他也不 等西蒙再解释 直接挂断电话 墨东挂完电话后 还气不过 将手机丢在桌上发出啪的声音 没好气地骂了句 麻痹的 什么东西 他还有脸跑来找 我说情 我他妈差点被他当枪使唤吗 墨西弟给他一个口香糖 心平气和地安慰他 算了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就行了 没必要跟这种人计较 墨东冷住脸拿过糖 拆开上面的包装纸 丢进嘴里大力咀嚼起来 彭扶要把火气发泄出来 墨西看住他为乔念的是气不过的样子 又笑了笑 放下手头的工作说 你要是这点小事都生气 那你就气不完了 现在独立州各方势力都在站边 不只是他 陆家 谢家 还有几个大势力都选择站队季子英 商会联盟只是其中之一 他们都等着季子英被靠女皇顺利进疏密院 给 他们带来好处 相较起来 乔小姐背后虽然有要门家第一研究所 加F州军火商的势力 可跟影视家族比起来就显得不够看了 墨东神情凝沉下去一寸 季子英还没进疏密院 他们也不怕闪了药 墨西揣起手 依然自得地开口道 别急 后天就会有结果了 还有两天 他相信那些站队季子英的人会大失所望 墨东勉强咽下这口气 深呼吸 麻木着一张脸说 我等着看谁笑到最后 叶望川出手 风渠和马丁在一旁打配合 季子英在独立州的那些陈年老底在一夜之间被人掀开 传遍整个疏密院 没等季子英一行人商量出对策 叶望川出手快准狠 连带证据一起甩出来 直接堵死他试图狡辩的退路 树密院很少碰到这种事情 所有人都开了眼界 从来没想过女皇推荐的人私下这么不堪 随着事情越演越烈 一部分人连带住对女皇这次的决策有了意见 季子英此刻站在饭店套房里 面对着因沟彼老者犀利的质问 他面色惨白 脑子犹如舞雷轰顶 心跳都要骤停了 我没有 雷纳德跟女皇透过电话才把他叫来 听到这里 双眼几乎喷出火来 人家人证物证都在 你说没有就没有 季子英死死地掐着手掌心 仰起头 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 不然就没法翻身了 这些都是他们陷害我 他语气尽量的平静 说他知道自己身世以后 为了把我赶出去 就想让我身败名裂 风曲早就认识他 所以帮他陷害我 我的老师也为了帮我被他们赶出研究所 所以研究所里没人敢帮我说话 大家都知道帮我说话 就意味着得罪院长和副院长 第2655章 他们还想给念解泼脏水 雷纳德对他说的话一个字也不信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相信 只是他是女皇党 所以他不管信不信 也得站在季子英这边替他擦屁股 你这次连累女皇了 继子英脸色 白了一瞬 掐破手掌心的皮 微微低下头 看出自己脚尖 用细弱文足的声音道歉 对不起 他不会觉得对不起有用吧 雷纳德眼神轻蔑地看他 差点嘲出声 却硬是忍住了 甩手走到窗边说 事到如今 这个事情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 你进不进书密院已经关系到女皇的颜面 我会尽量保你进去 你好好想想 你有没有对方的把柄 继子英抬起头 性谋一闪 愁愁起来 阴沟鼻老者气得半死 还是没忍住说他 人家抓住你这么多把柄 你连人家一个把柄都不抓不到 女皇到底怎么看上他的 继子英彭扶被打了一耳光 深呼吸一口气 转动脑子想了半天才迟一注说 我之前调查过他 他好像帮着西国霸占过七家的研究成果 就是现在市面上最新出的一款晶片 当初是七家先研究出来 然后被西国的一个研究团队抢先公布出来 七家向世界软体协会提出抗议 后面他利用自己在非法区的影响力 强行逼迫软体协会承认 积国剽窃的晶片技术的合法性 这个事情当初在非法区闹得很大 很多人都知道 只是后面被录制封口了 天臣在非法区拥有着绝对的掌控权 录制就是非法区的无冕之王 如果录制不让人提起这件事 那么非法区真没几个人敢提这个 纪紫英当初从和林身上追查到 乔念是几家嫡系血脉 他找人调查过这件事 但知道的不多 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 应该算是他的一个把柄 纪紫英愁出不安的低声道 还有他混乱的男女关系 雷纳德还以为他能说出 什么大不了的把柄 结果就是一个小事情 要知道人家甩出他的锤 全是剽窃 霸占他人研究成果 坚守自盗 手上甚至牵扯着人命官司 继子英提的这点东西 跟他被人家翻出来的把柄比起来 实在太不够看了 阴沟比老者只能本住 聊胜欲无的原则 摁了一声 道 现在只有把矛盾 往东方人的身份上面引导了 继子英再不计 也是独立州的人 桥面有一个污点就够了 谁让他不是他们的族类 而是低烈的东方人 他拿到把柄 第一时间去联络中立派 他本来以为大主教 又会找理由推脱掉 没想到这次对方接了电话 他就把自己和女皇的想法 转达了一遍 另外再跟对方提了 继子英说起的那个污点 阴沟比老者莫了道 我们树密院一向不接受东方人 他既然不愿意改国籍 又有污点在身上 我们实在没理由接受这样一个人 他说完 心里也没底 不知道 中立派会不会站在他们这边 只好又把女皇搬出来 女皇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签六百五十六章 他们果然想搞事情 昆廷没理会他长篇大论 反而在一起一个细节 你说他私生活混乱 我也是听人说的 阴沟比老者不确定他为什么对这个小细节有兴趣 但他敏锐地察觉出昆廷很在乎这一点 他停顿半秒 立刻决定在这个事情上面做文章 他小小年纪就不走正路 利用自己的美色走外门斜道 这种做事风格也不适合我们疏密院 你有证据吗 昆廷没等他说完 单刀直入地问 阴沟比老者略意沉吟 等一下 他放下手机 捂住听筒 目光凌厉地望向房间里的记子音问 你只是说他乱搞男女关系这个 有证据吗 记忆 子音掐住手掌心 努力保持脸上的镇定 有 我有证人 阴沟比老者就满意地点点头 重新继续这通电话 大主叫 我有证据 稍后我把证据给你 昆廷那边挂了电话 阴沟比老者走回来 将手机放在桌上 曲起手指扣机桌面 陈阴几秒钟转过头 马上对记子音说 你去找证人 找到那人就立刻让他出来作证 尽量把这件事坐实了 记子音从酒店离开 很快透过M国王室的关系 联系上七言 事情就是这样 这是你唯一一个报复他的机会 要是错过了 你这辈子都没机会再报复他对七家做过的一切 你要考虑清楚 记子音跟七言说话 可就没有在雷纳德面前那么乖巧 而是端住高高在上的架子 屁腻地看向视频那头的人 七言短时间内苍老了不少 四十出头的年纪已经看得出岁月的痕迹 眼窝极深 眼周附近都是细小纹路 他没想到时隔一年 还有人因为乔念的事情找上自己 一来就是提出合作 可是 七言心里坠坠不安 曾经吃过的亏还历历在目 他就算恨乔念也不敢轻易再去招惹对方 可是纪小姐 我也没有证据证明 他跟鸿蒙的细遥控有不正当关系 万一他回头报复我 纪紫英抬了抬眼皮子 十分高傲 是 有我在 你怕什么 七言稍稍安下心来 心思就开始活泛起来 七家自从一年前就开始没落起来 现在早就被踢出上流社会的圈子 就算当初七家没被踢出去 他们踮起脚尖能够到的最上面的圈子 也只是M国王室 纪紫英就不一样了 纪紫英背后有M国王室都要巴结的影视家族 还有女皇陛下 七言打亮纪紫英 眼珠子转得飞快 拢了拢头发 就为难地开口 有纪小姐在 我当然不害怕 可我也没道理为出口气就去招惹她 你也知道她这个人邪性得很 我才吃过哑巴亏 可不敢轻易去惹 纪紫英只看她一眼 就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轻吃一笑道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 七言可不相信一个小丫头的承诺 就算纪小姐这么说 我也不敢惹她 再说我没有证据 第2657章有人来研究所找念解 你只要站出来 指认她在晶片的事情上 利用和男人的关系办事就行了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 七言眉眼一动 还想说什么 她抢先开口 这也是女皇的意思 女皇两个字 果然让七言心动啊 纪紫英趁热打铁地蛊惑她 你只要办好这件事 我和女皇都会记下这个人情 面对 巨大的诱惑 七言还是心里涌起强烈的不安 可是 这种没证据的事情 她很怕翻车 纪紫英目光如炬 很有把握 没有可是 你就是最好的证据 任正 她要坐实这件事 纪紫英的行动能力很强 她很快就跟七言商量好细节 由七言出面证明乔年乱搞男女关系 利用自己外貌上的优势 在芯片技术方面给西国科研团队谋福利 并且她还通过雷纳德的关系 让自己在英国的人手带上七言去见了大主教一面 七言在大主教面前亲口承认自己看到过乔年 跟不同的男人有暧昧不清的关系 还说看到过乔年十八岁 就跟一个男人同进同出 住在一起 私生活混乱不算多严重的黑料 但在规矩森严的树密院 就算私下大家都不前进 至少明面上大家对这些东西比较忌讳 随着一些风言风语流出来 树密院众人的态度 又从质疑女皇的眼光转变成 两个候选人人品都不怎么样上面 记忆 紫英也算暂时达成自己的目的 他自己则抓紧时间遮掩起 自己被夜望穿翻出来的那些丑事 继紫英和激进派的人忙得不可开交 乔年这边却跟没事情发生一样 这两天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 不是在家 就是把自己关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 基本上没管过外面发生的事情 一直到风渠带着一个银发老者找上门 他才得从自己的世界中抽出时间来 风渠和银发老者 在实验室外的走廊等他出去 乔年不得不把做了一半的实验 交给徐义 自己取下护目镜搁在电脑桌上 脱下身上的白大褂跟清俊的青年说 我出去一趟 这里就交给你了徐义从他那里 接过记录数据的小本子 面无表情地点头 你去忙吧 我会把他记上去 行 乔年抬手按了下眉心 一双漂亮的眼睛半眯起来挺疲惫的 语气却温和 你记在那里 我回来弄 徐义又朝他抬抬手 示意 他先去忙自己的事 这里他可以一个人搞定 乔年扭头看看外面还在等他的风渠和陌生老者 就抿唇 没再耽误 拿上自己的外套和手机 拉开实验室的门出去了 实验室外面 风渠还在跟老者说话 转眼间就看到女生从里面出来 他松了口气 上前两步把人拉过来道 我的小祖宗 你总算出来了 乔年要不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根本不想中途出来 就越过他 明媚的眼眸看向他身后的人 有些无奈的语气 您找我有事 第二千六百五十八章念解 老实说 我刚刚知道 你说呢 风渠也不好跟他直说 就把他拉过去 笑盈盈地跟两人介绍 薛老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乔年 我选出来的继承人 未来第一研究所的主人 他又看向女生 口气舒缓很多 看得出来跟谁关系更亲近 念念 这位是薛老 书密院的人 书密院 乔念现在听到书密院 都下意识地醋眉 有些莫名地冷躁 不过风渠既然带人来找他 起码说明这个人没有恶意 于是他伸出手 礼貌地打招呼 您好 银发老者大概七十来岁的年纪 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 一双眼睛却金光碧露 暗红色盘扣糖装穿在他身上 不像是燕国来的人 更像东方人 他身上也有种东方人的内敛气质 只是他的眼睛是琥珀色 个头在西方人中不算高 只有一公尺七几 比风渠还要矮一点 乔念在打量他的时候 银发老者也在打量他 那双精明的眼睛 审视地从他脸上落在身上 最后又回到乔念的脸上 浅笑道 你不用紧张 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找茬 乔念挑了挑眉 将手收回来 伸手拉了下鸭舌帽 露出雪白的下额线 这里聊天不方便 我知道外面有个喝水的地方 我们去那里聊 风渠 就在中间打圆场 薛老 这里人太多了 念念说的那个地方 就在研究所外面没多远 我们过去聊吧 银发老者十分好说话就同意了 可以 三人转眼来到研究所外面的咖啡厅 乔念过去点餐 要了两杯低糖的拿铁 和一杯他喝的嘉宾柠檬水 很快就用托盘 托着三杯水回来了 您的咖啡 他把两杯低糖拿铁 分别放在风渠和银发老者面前 然后拉开 剩下一个位置坐下 抬头望向银发老者 十分直白地开口 说吧 您找我什么事 嗨 风渠刚低头喝下去一口咖啡 就差点呛住喉咙 幸好他眼急手快抓了张纸捂住嘴 才没有把咖啡喷出去 银发老者比他淡定得多 给他抽了张纸递过去 然后看向女生 目光中闪过一丝性慰 似乎很欣赏女生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 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说 你知道淑密院要对你招新的事情进行投票表决吗 瞧 念没关心这个 就实话实说 老实说 我刚知道 他自从那天跟找上门来的几个人闹翻以后 就没在管树密院的事情 也没那个兴趣管 哈哈 银发老者反而笑了 挺爽快地跟他说 我倒是很想你能进树密院 树密院 腐朽得太久了 我们需要一个人来打破沈恶 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他看向女生 毫不掩饰自己的夸奖道 你倒是 和我想的一样 很有姬家人的风骨 姬家嫡系从来都是与众不同的 他们足够聪明 这份超过普通人的聪明 又像一把双面刃 有些人选择了双面刃锋利的一面 有些人选择刀刃的背面 第2659章念解发飙 我会解决好这件事 他看眼前人更像是个综合矛盾体 他身上有姬家人尖锐的一面 有姬家人克制的一面 就像是满贤的弓 他锋利又有底线 有人在树密院造谣 你乱搞男女关系 银发老者目光柔和看过去 也没管一旁风渠震惊的表情 继续跟女生道 还说你利用自己的优势 替锡国科研团队霸占 原本不属于他们的研究成果 他看到女生在他提起锡国时 明显冷下来的眉眼 知道他对自己被造谣的事情 不感兴趣 但在意别人拿锡国说事 他就慢条斯理地端起咖啡 又抿了一口 才继续轻飘飘到 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开始拿锡国几十年 都没有研究出自我芯片来说事 坚持锡国的芯片技术 就是偷来的 不是自己研发出来 是 乔念不傻 他看得出来 对方是在故意激怒他 可他不得不承认 对方猜得很准 他的确被激怒了 谁干的 银发老者优雅地放下杯子 抬眸看他 你说呢 乔念抬了下鸭舌帽 露出一张精致惹眼的脸 勾起的嘴角挺张扬 周身都是混不吝的气场 哦 继子英 银发老者没承认 也没否认 手放在圆形茶几上 乔念已经起身 拿上自己的手机 垂下眼皮说 谢了 风渠看他要走 芒根起身道 你就走了 银发老者没拦着他 肩膀放松 依然自得地坐在那里缓声道 他们看不起东方人 看不起西国是事实 但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 东方在科技方面落后 也是事实 包括他们说的 西国几十年 没有自己的晶片技术 还是事实 你可以让一个 纪紫英闭嘴 你能让所有 纪紫英都闭嘴吗 乔念豁然回头 去黑的眼眸 微微眯起来 很危险的目光 你就算有能力 让所有人都闭嘴 可他们心里不服 人的偏见就像一座山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 他坦然地接受 女生的目光 所以 乔小姐 我想问你有兴趣 进树蜜院 挪开这座山吗 为什么要这么做 乔念没正面 回答他的问题 反问道 银发老者 有一瞬间凝滞 但很快就恢复如常 慢慢地拿起自己面前 那杯咖啡 又喝了一口 西松平常地说 因为我身上 也流淌着一部分 东方的血液 乔念默然 想起他比风渠 还要矮一些的个头 就知道他多半是个混血儿 只是没想到他还是半个东方人 薛老 他想起叶望川 曾跟他提起过的 树蜜院内部的几个重要人物 就想起薛老是谁了 他没有给任何承诺 只前脆利落地拿上自己的东西 撂下一句 我会解决好这件事 他说会解决 就一定会解决 乔念回到别墅时 秦寺刚端上一桶泡面出来 见到他回来 还有些纳闷地往客厅走 乔妹妹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她忘了眼客厅 得挂中时间更奇怪了 你平常都溜 七点回来 这才三点不到吧 第二千六百六十张 念姐一出手 就知道有没有 回来有点事 乔念换上拖鞋往里面走 秦寺放下泡面 顺手拿了顾三 在看的外文书压在上面 胖红的手摸住自己耳垂 反应过来问女生 窝草 谁又钱啥了 嗯 乔念被他问得猛了一秒 歪过头 双手插都看他 秦寺不管自己泡面了 走到他面前 挺兴奋地说 乔妹妹 又有人作死吗 谁呀 乔念看他一副闲得发慌 巴不得有人作死的样子 无语地拉了下鸭舌帽 垂下冷眸 没 我先上去了 秦寺见他转身上楼 恨不得钻进他肚子里挡回虫 奈何乔念走得太快 他只有钱巴巴看住人走不见了 楼上 乔念着回到自己房间 先把鸭舌帽取下来 随手放在玄关的柜子上 然后走进去 静止走向书桌 一只手打开桌上的笔记型电脑 另外一只手把手机从兜里摸出来 他拉开椅子坐下 翘起二郎腿 敲了下ESC键 电脑的荧幕就重新被启动亮起来 乔念也没搞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 打开电脑的第一时间就入侵季子音的手机 季子音大概知道他在鸿蒙的马甲 早就把手机安全系统升级到最高级别 稍微一个不小心就会触动他的警报系统 不过这些都难不倒乔念 只见他阴摆的指尖在键盘上轻轻敲打了几个数字键 轻易就破解了季子音在手机上的防御系统 防御系统没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乔念在电脑上操作他的手机后台 很快就查到他跟七言联系的记录 和一些蛛丝马迹 季子音自从搭上女皇开始 的确聪明多了 人也变得更加谨慎 轻易不会露出马脚 他手机上面的资讯基本上都删除了 聊天记录 通话记录 他每次都是删掉了 但乔念要恢复这些文件也很容易 五分钟后 雨生起身去饮水机 借了一杯水回来 电脑上面已经恢复起一部分 季子音删掉的简讯记录 其中有一则简讯十分醒目 来自于M国 季见者是七言 七言 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 你别忘记答应我的事 你说过只要我帮你办好这件事 七家就可以进影视家族 乔念着看到最后几个字 还有什么不懂的 季子音竟然抛出影视家族当诱饵 这么大的诱惑 怪不得七言把持不住 冒险帮他做事 他微微眯起眼睛 手搭在膝盖上轻轻地扣响 若有所思起来 季子音许诺 其严禁影视家族这件事 影视家族的人知道吗 隔天 书密院投票表决的日子 薛老昨天连夜坐私人飞机回来 他下飞机没有片刻停留 静置回了书密院 他的车子在书密院门口停下来 下车就碰到同样昨天才刚到的 阴沟鼻老者 阴沟鼻老者一看到他 立刻上前打招呼 薛老 好巧啊 一来就碰到你 薛老从车上下来 瑞丽的眸子 从他意气风发的脸上刮过 挺晦暗的神情 微微勾起嘴角 很有气度地跟他一起同行 雷老刚从独立州回来 第2661张脸打得啪啪响 昨天回来的 雷纳德意识到 他似乎平静过头了 一边往里面走 一边试探性地 跟身边的老者开口道 薛老有没有听说 最近咱们书密院的一些传言 一路上都有书密院的人 跟他们打招呼 两人都是目不斜视 一路并肩同行 雷纳德见他不搭话 又故意拉长声调道 我听说 季佳纳的嫡系的底子 不大前进啊 引发老者 率先走到餐议院的外面 听到他的话 稍稍停下脚步 回过头 似笑非笑地看他一眼 拢起自己的袖子 很随意道 是吗 我怎么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我听说的版本 是女皇推荐的那个人选 在独立州声名狼藉 前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 他还故意反问 雷天天在独立州 没听说过这个吗 阴沟比老者 顿时露出晒然的表情 有点被打脸 别开眼界 含糊过去 呵呵 我在饭店没听过这些 嗯 引发老者理了李唐庄 没有痛打落水狗的意思 轻轻汗手 但声道 我们进去吧 雷纳德有种挥了一拳 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但人家都进去了 他也不可能自傻站在门口 只得阴沉助脸 甩手进了参议院 书密院作为影视家族的中枢机构 代表着上百个家族的利益 所以遇到一些重大决策的事情 需要大家投票表决 两人前后脚进去的时候 41个席位已经坐满了人 引发老者 静止朝着保守派那边走去 雷纳德也绷着个脸 朝着自己那边走过去 当他经过中立派的位置时 他特意停下来 跟其中一人打招呼 大主教还没来吗 昆廷还有事情要忙 他会在会议开始之前到达 跟他说话的人 正是那天在教堂阴影处 躲藏的男人 雷纳德点点头 十分友善地说 替我跟大主教问好 他说着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面坐好 激进派这边一向由他说了算 他一坐下 周围就有人靠过来问 雷老 今天的投票不会出意外吧 哼 放心吧 阴沟鼻懒懒身上的衣服 随性地开口 宇皇已经处理好一切 中立派会站在我们这边 他偏过头 不住痕迹地看向另外一边端坐的银发老者 扯起嘴角 又发出嗤之以鼻的声音 他们今天输定了 那就好 那我们直接投反对票 有他这句话 激进派的众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纷纷露出轻松的表情 笑逐颜开 雷纳德没管他们 在众人热闹的声音中 用手机给纪紫英又发了一条短信过去 你记得把尾巴扫前进 别让人抓到小辫子 纪紫英回得很快 雷老 您放心 我已经办好了 不会有问题 雷纳德低头看到荧幕上的短信 最后一丝担心也消异殆尽 他重新抬起头 兴致勃勃地等待会议开始 与此同时 参议院外 唯一环媒到场的树秘院主要成员 也在会议开始前三分钟赶到会场外 第2662章 徐一帮念解你说话 大主教 大主教 有人看到他都是恭敬地问号 他在推门进去之前 自己西装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他就先没急住进去 不急不许地看了讯息 我听说你要投票 身为树秘院主掌教会的男人 他的私人手机号码十分私密 很少人能拿到他的私人号码 给他发讯息的这个号码来自独立州 没有备注 只是一串没有保存的数字 昆婷看住对方发来的眉头眉尾的问题 毛子闪过一丝信尾 倒是不意外 他早在三个月前就找到自己的亲骨肉了 也派人去了他身边 不过他这个儿子脾气硬 骨头也硬 这算是对方三个月来第一次联系他 他低头拿着手机号整以侠的编辑消息回过去 那又如何 那头足足过了一分钟才回他 他救过我的命 昆婷看住自己手机上的短短六个字 冷硬的心脏似乎有种微妙的电流流过 他并不是一个在意感情的人 包括亲子情 要不是自己到了年纪又一直没有后代 他甚至不会去找跟自己有过露水情缘的女人 徐一对他来说只是个意外 他们甚至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交流过 但有时候血缘真是个神奇的东西 昆婷扯了下嘴角 冷凹的脸上多了一丝复杂 哦 我会找机会谢谢他 他发完这则讯息 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就没有再耽搁 静止推门进入参议院 他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人 也是决定今天结果的关键人物 昆婷从近来开始 就收到四面八方的关注 不过他早就见惯大风大浪 压根没理会这些落在自己身上探究的目光 走过去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昆婷 刚来老要我替他给您问好 他一坐下 雅各就凑上前轻声道 他往左边看去 果然跟阴沟比老者的目光撞得正好 对方很有善地朝他笑了笑 他点点头就收回视线 淡淡地说 我知道了 雅各是他的左膀右臂 见他这个态度 就问他 还有一分钟 投票就开始了 大主教 我们投哪边呢 昆婷的手机又震动起来 他以为是徐毅发过来的消息 就忙里抽空拿出来看了一眼 没想到不是徐毅的消息 而是女皇身边的影子发来的消息 大主教 我和女皇等您好消息 则 昆婷谋色微冷 收回视线 将手机荧幕的光线露面 放回兜里 投反对票吧 大主教要反对乔念进书密院 雅各一愣 下意识地看过去 只见男人成熟的脸庞上面 没有丝毫个人情绪 永远都是那么理智和冷酷 彭扶没事没能撼动他的理智 他还以为大主教会因为儿子的原因 选择帮乔念一把 好 他就低下头 默默地答应下来 昆婷自己说完这个话 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不过他选择性忽略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依旧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二千六百六十三张雷老 是你给他的权利吗 技嘉嫡系和女皇的冲突跟他没关系 他只站在教会的角度争取最大的利益 现在女皇跟激进派这边给他开出的条件更优温 那他不让乔念进树秘院是很正常选择 一分钟转眼过去 会议已经开始了 有人在外面主持会议 一般这种会议都有十几分钟的冗长开场白 这段时间里 所有人会保持安静 开场白之后 就是双方发表各自的观点 昆婷舒展身躯靠坐在位置上 他正无聊地等住走流程 很快 主持会议的人说完开场白 接着就是阴沟鼻牢者 在一众掌声中走上去 他拿上讲话要用的草稿 在台上站定 就开始慷慨激昂地 陈述起侨念的种种不好 最后 他果然把焦点 放在了东方人的身份上面 众所周知 我们树秘院从来没有吸收过东方人 他们狡诈尖尖 又没有信仰和底线 我们不该让这种低劣虚伪的人众 进入树秘院如此神圣的地方 而且他帮助 戏国偷窃技术的事情 还没解释清楚 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 下面请薛老上来 他说完 还主动鼓掌 引发老者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落落大方地走上去 他手上空空如也 甚至没跟雷纳德一样 带上演讲稿 而是轻轻松松走上去 然后他在台上站定 调整好话筒的高度 就环视整个会场 谦虚一笑 我不赞成雷老的人种论 台下一阵哗然 没想到他会直接上来就打脸 反对上一位人的观点 雷纳德才从台上下去 脸一黑 倒是轻蔑的撇嘴 不自量力 引发老者 没管下面的议论声 我想让大家看一个东西 他让人把自己带来的手提 电脑搬上来 然后操作滑鼠 将一个截图投影在了 环形会议的超大幕布上 雷老刚刚说的那些黑料 我吃怀疑意见 如果一个人的对家 全靠造谣才能抹黑他 不认为这人有问题 我只会更确定他足够优秀 才会让对手都找不到 可以黑的地方 另外 我还有一个问题 宇黄是影视家族的象征没错 可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外来家族能否进入影视家族 是需要淑秘院层层审核投票决定 是谁赋予了一个 还不是影视家族的外人 一个独立州的人 对外承诺的权利 他还没进淑秘院 就能越过参议院会议 替淑秘院做主 谁给他的底气 他银白的头发 一丝不苟地输在脑后 充满岁月感的脸上 不怒自威 看向激进派那边 淡淡地开口问道 雷老 是你给他的权利吗 保守派直接撂下一个重磅炸弹 杀的女皇和激进派一个措手不及 会议被迫暂停 进入讨论时间 我出去一趟 雷纳得黑沉一张脸 甩手跟身边手足无措的众人沉声道 激进派这边所有人 都被虚老甩出来的锤子 抡得猛逼了 大家面面相去 心里都七上八下没有底 他出去都没人拦他 第二千六百六十四张 不用他去找 念姐直接找上门 同时 纪紫英接到从树密院传回来的坏消息了 我在三警告你要把自己的小尾巴打扫前进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雷纳得气得够呛 说话急不客气 纪紫英还没搞清楚状况 小心翼翼地询问 雷老 您说的是 雷纳得懒得跟他在电话里头掰扯 黑着脸 气急败坏道 我发给你 你自己看 三分钟后 纪紫英收到他那边传过来的照片 雷纳得寄过来的照片像素十分模糊 一看就是临时拍的 背景是金碧辉煌的大会一厅 超大的布幕上面正投影出他跟七言的简讯记录 纪紫英一看到简讯上面的内容 脑子嗡的一声响 头都炸了 整个头皮发麻 手也跟住发抖 我不是都删了吗 他住急忙慌地翻出自己的简讯一栏 之前他删掉短信神奇般的再次出现在手机上面 纪紫英活根见鬼一般 整个人僵硬在那里 好半天他反应过来 咬碎银牙 立刻拿起包包准备去找始作俑者 是乔念 乔念一定入侵他手机了 不然他删掉的东西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再次出现 一定是乔念搞的鬼 他要去要个说法 纪紫英也是一时气急攻心 没有想太多 甚至没去想后果以及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猛地打开门 人就待在原地 你 纪紫英看到外面出现的不可能出现的人 喉咙一梗 松开手 人就心虚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来做什么 门口站着的人赫然是他要出去找的人乔念 女生身穿居家服 黑色帽衫搭配一条休闲裤 后背挺得直 看起来就挺冷造的 气场很强大 女生倒是没有立刻闯进去 而是抬眸露出一张血白精致的脸庞 漂亮的眼睛锁定在纪紫英身上 缓缓开口道 过来找你聊聊 他往里面看去 扬眉挑衅式的目光 进去说 纪紫英面色并不好看 忌惮地挡在门口 警戒开口 你有什么直接在这里说吧 你觉得我在跟你商量 乔念一向是人不惹我 我不惹人的态度 眼看纪紫英还在这里上纲上线 就不耐烦地反问他一句 纪紫英眉心跳了跳 深呼吸一口气 侧身让开一条路 进来吧 他现在住的地方是以前买的一套高级公寓 为了加强私密性 他甚至没让家里的佣人过来 就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他不知道乔念是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纪紫英让人进来后 为了迅速让自己镇定下来 他还主动拉开冰箱门 从里面拿出两瓶水 靠在冰箱边上十分从容地开口 乔小姐喝可乐还是白水 他为了证明自己没在水里下毒 还特意解释道 不要误会 家里的阿姨不在 冰箱里只有这两样 你要是不放心可以不喝 他本来以为乔念不敢碰他这里的东西 可乐 没想到女生生线十分清冷随意 好像把他当成了女佣人 第2665张纪紫英 你黑进了书密院系统 纪紫英没心又连续跳动 他拿上可乐走过来 放在女生面前的茶几上 看住女生那张令人嫉妒的脸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不急 拖了一张椅子 坐在他家客厅的女生反客为主 拿起他桌上的电视机遥控板 抬抬下巴示意他 坐 纪紫英眼看乔念当面打开他家电视机 他明明唇 走到乔念旁边坐下来 沉不住呼吸道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 女生已经打开他家电视 40寸的大荧幕闪了一下切入一个画面 纪紫英被他搞得心浮气躁 嘴唇梦动 刚要继续追问就被电视上的画面吸引过去 这时 他无比惊讶 乔念将遥控板放下 漫不经心地开口 书密院的投票会议 纪紫英转过头 头站了一下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完全无法隐藏自己的情绪 你黑进了树密院系统 乌 乔念从茶几上拿过可乐 拉开一拉罐拉环 低头喝了一口可乐 这才将手搭在膝盖边上 十分显散的汗手 眼睛都没朝他那边看 直视着电视方向 道 一起看看呗 纪紫英扭头望向电视方向 一颗心乱如麻 完全理不清出头绪 他用力掐紧搁在膝盖上的手 维持着面上面无表情的面具 不再说话 跟乔念一起盯着电视 树密院那边 短暂地讨论时间过去了 阴沟鼻老者迈着沉重的步伐 回到位置上 他周围的激进派代表们 立刻围上去 雷老 怎么样 雷老 我们接下来怎么应对 女皇那边不出面吗 一个接一个问题 全砸过来 雷纳德脸色愈发阴沉 他一言不发走上台阶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怀视众人 冷冷地说 女皇不适合出面 我们接下来就咬死他们给的证据 是伪造的就行了 这 激进派里有人刚流露出质疑的意思 他立刻板住脸看向那人 你有意见 还是说你有更好的办法 解决眼前的困境 那人哪敢招惹他 马上低下头 娜娜道歉 我没意见 雷纳德恩了一声 也不想跟他纠缠下去 就冷冷道 那就这样决定了 他半眯起眼眸 心里其实也是恼怒得很 他联系了女皇身边的影子 影子的意思是 让他来解决这件事 继子音没擦前进尾巴 他怎么解决 雷纳德心里清楚 激进派和他这次事 被逼到风口浪尖上 他只有打死不承认 这条路可走 雷纳德压着火气 又往自己左边看去 想看看中立派那边大主教 是什么态度 端坐在那里的男人 正在跟雅各说话 没往他这边看 会议快重新开始了 雷纳德也不可能 当众走过去找人 他只能坐立不安地 等待第二次会议 很快 暂停的会议 由主持人宣布重新开始 雷纳德深吸一口气站起来 在书密院众人的注视下 仰起头开口道 我想问下薛老从哪找来的截图 这个消息的来源可靠吗 第二千六百六十六章 念节走一步看三步 早就准备了 所有人都看向他 他轻蔑道 我们都知道 现在网路上的PS技术强大 像这种来源不明的截图 我一天可以找来上百个 你光凭这个就指责 宇皇陛下 是不是太轻浮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这是在耍无赖呢 但一个人真不要连起来 耍无赖的手段 还是很好用的 起码这样一来 给出证据的一方 又要拿实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否则头上就会被扣上一顶 栽赃物陷害的大帽子 引发老者在会议重新开始以后 就大不留心地走上会议台 当雷纳德站起来 大声质疑他拿出来的证据的可信度时 他不怒返效 问道 你想要证据 因勾比老者没想到 他会如此平静地问自己 反而心里没底了 意识没有接枪 你不是怀疑这个简讯伪造的吗 引发老者并没有放过他 不疾不虚地说 你都怀疑了 我不证明一下 岂不是对女皇的不尊重 因勾比老者脸一白 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只是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阴沉地警告 薛老 你不会要给我们看手机定位的截图之类的东西吧 这些也是可以伪造的 参议院里议论纷纷 大家都在各自的位置上 讨论着这一场针锋相对的争执 雷老的意思 拿出手机定位截图都不算证据 那薛老那边应该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了吧 这不是耍赖吗 人家总不能把人带到他面前 来证明自己没说谎 是啊 看来这次又要无疾而终了 有人不屑激进派这边的做法 也有人觉得雷纳德说的没错 这年头PS太常见 光凭一个短信截图不能说明什么 偌大的餐议院炒得跟菜市场一样 谁都不服谁 独立州某个高级公寓里 纪紫英心掉在嗓子眼上 随时可能蹦出去 当他看到电视上 阴沟鼻牢者坚持简讯截图是假的 他才缓过神 偏头不悦地看向女生 你到底想让我看什么 他知道 乔念想让他出丑 不过看样子 他未必会是书家 女生舒展着身姿靠坐在椅子上 并没有这急 拿起遥控板调大声量 但声道不是还没完吗 你急什么 纪紫英稍稍放下去的心再次提起来 他快要绷不住了疼得站起来 瞧念我劝你差不多 得了 他话音刚落 电视上发生了惊天逆转 鹰发老者放下麦克风 吩咐下面的人把人带上来 紧接住 纪紫英就看到七言被几个人带着走上台前 局促不安地站到银发老者身边 他脸刷得雪白 下意识地看向女生 女生却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依旧是进门时那副淡漠的表情 庞府早就知道七言会来 继紫英大脑一片空白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找了七言 你在哪里找到他的 他早就防了这一手 专门跟七言打过招呼 让七言躲几天 等这边的事情尘埃落定了 他再通知他出来 乔念从哪里找到的人 第2667章 您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收到过 纪紫英头一次体认到 乔念比他想象中的更加无所不能 特别是黑客领域已经到独一档的境界 乔念找到的七言 然后请官燕把人送到 书密院保守派的人手上 七言早在被找到后 已经明白自己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 他本身就不是什么讲义气的人 和纪紫英搅合在一起 也是为了利益 并没有感情在里面 于是他站上去就咄咄嗦嗦 当着众人的面 承认自己按照纪紫英的要求 污蔑乔念的事实 并且承认当初在非法区 西国研究团队 比他们提前一步研究出晶片技术 他们是不甘心才污蔑对方偷窃 实际上是人家自己研发出来的 压根没偷过他们的技术 七言将自己该说的一股脑袋全交代出来 都不用银发老者提醒 一字不漏地强调了好几遍他没说谎 这下书密院顿时炸了锅 激进派和姬子英这次私下的小动作 可以说犯中怒了 之前他们可以把这个事情 当成两派日常斗嘴的好戏来看 可现在雷纳德私下的行为 已经触及他们的核心利益 谁也不能接受 他们把饮食家族当成生意来做 雷纳德在七言站出来指认他们开始 脸色就变得苍白难看 没有一丝血色了 他之所以还能站在这里 全凭这几十年争容浮沉的定力 不然他恨不得立刻甩手走人 激进派也乱成一锅粥 他们意识到自己这次被带翻车了 雷老 接下来怎么办 这次说话的人态度没之前那么恭敬了 有了要个说法的意思 雷纳德只是代表他们这一派的利益 不是他们真只能听雷纳德的话 眼下要翻车了 谁也没有了好脾气 雷老 你不是说那个截图是PS的吗 这就是你说的好办法 你之前都不知道他们还有后手 说话的人语速又快又急 完全不给他面子质疑他 因勾比老者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一个字而来 事到如今他能说什么 他能说在七言上去之前 他都没收到一点风声 这么大的事情 他完全被蒙在鼓里 被人家耍得团团转 他要是早知道 能在今天被人家一耳光 扇的几十年的老脸都烂了吗 他知道个屁 知道个锤子 雷纳德硬是吞下这个哑巴盔 气血翻涌下 差点气到吐出血来 中立派这边 雅各不压低声音 大主叫 我们相信哪边 昆廷半眯起眼睛 抱着手臂倒是很冷静 树密院不是吵架的地方 吵赢不代表最后结果雅各知道他的意思了 回头有些遗憾地看向保守派那边 保守派这次真是一步一坑 把人心玩得明明白白 差点把雷纳德玩得身半名裂 脸都打绿了 只可惜大主教从来不看这些 只要大主教不改变心意 中立派就不会投乔念一票 赢得还是继子英和女皇 雅各心头一动 又不忍地摇摇头 技嘉这个流落在外的嫡系血脉 的确有两把刷子 能把激进派逼到这个地步 算有能力的人了 真是可惜了 第2668张大主教 有你电话 就在这时 雅各接到一个电话 他看到手机荧幕上显示的号码 神情一脸 赶紧将手机交到昆廷手中 大主教 有你电话 谁 昆廷接过来 低谋看去 脸上的表情明显愣了一下 就起身跟身边人道 我出去接个电话 中立派的人纷纷起身让开一条路 簇拥他出去 都立州 继子英的豪华公寓里 女生伸手将电视遥控板拿过来 观小声量 然后将遥控板往沙发上一甩 回过头 你有什么想说说的 继子 因脖子僵硬地转动 榨青色的脸看向他 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画 大家身上流着同样的血 你有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他也不问乔念为什么这么做了 我们身上都流着技家的血 你进疏密院和我进疏密院有区别 你这么做 我们谁也进不去 继子英白皙的脸庞微微泛红 耳垂都是红色 脖子上 轻轻用力地鼓起来 掐着手掌心 我进疏密院可以在女皇的帮助下 让更多技家人进去 你进去不过是个什么也做不了的新人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家族利益 则 女生似乎早料到她会这么说 抄起手 淡淡地开口道 哦 你为技家就在外面造谣 七国科研团队偷到技术 为了技家到处散播 我靠男人走到今天 继子英丝毫不为所动 甩开脸 冷冷地说 只要我在疏密院站稳脚跟 这些都不是事 将来你要进疏密院 我再帮你洗白这些流言蜚语就是了 我要成功就不可能顾及到每个人 总有人要为家族牺牲 今天换成是我 我不会有意见 乔念听到她大意凌然的话 扯了下嘴角 换成是我 我不会有意见 乔念听到她大意凌然的话 扯了下嘴角 换成是你 刀子没落在自己身上 你当然没有意见 世上多的是跟她一样站住说话 不腰痛的人 如果今天这把刀真是落在他们身上 只怕他们叫得比谁都大声 她起身 拍拍衣服上的灰 重新站在继子英面前 危险地眯起眼睛 知道季洪远那只手是怎么折了的吗 记忆 子英脸一白 往后躲了一小步又忍住了 你想干什么 乔念没想到她这么不惊吓 双手插兜 挺轻狂的挑眉 不干什么 就是提醒你一下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你要是在这样子在我眼前晃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这次她是让季子英美梦破灭 下次就不一定了 乔念说完要走 季子英看住女生扬长而去的背影 咬咬牙 冲着即将出门的女生喊道 乔念 你以为不让我进树蜜院 你就能进去吗 女生一步也没停 这种浑然不在乎的态度 更像一根刺深深地插进她心里 她是若珍宝的机会 在人家面前庞扶垃圾 连头都懒得回 季子英咬住舌根 逼自己不准认输 轻蔑地说 我进不去 你也别想进去树蜜院的人 不会让你进去第2669章这些人 已经开始互相攻击起来了 你把我拦在外面 你也进不去 她用尽全身立即说完 回应她的是 关上的冰冷房门 乔念压根就没鸟过她 只有她像疯子一样 在这里大喊大叫 季子英突然全身脱力 脑中嗡嗡作响 无力地坐回沙发 她转动全身 唯一能动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电视直播 想亲眼看到最后结果 她要看女皇霍蕾老联手 将乔念拉下来 和她一起掉进泥泞 在深渊里爬不起来 她进不去树蜜院 乔念也别想进去 乔念走的时候 没关电视 所以她家电视 还连接树蜜院那头的监控 还能看到参议院的状况 季子英之家用力 扣着手掌心 心跳的砰砰响 目不转睛地 等住最后的投票结果出来 依照树蜜院的规矩 不管保守派和激进派怎么吵 怎么闹 最后还是要看 大家投票的结果 她之所以这么有把握 乔念进不去 就是因为雷纳德跟她说过 中立派也不看好 乔念进树蜜院 所以就算乔念找到欺严 证明她被栽赃陷害 也不会改变这个结果 她等着看乔念跌入泥潭 参议院里 所有人都在紧张地 等待这次的结果 树蜜院三年没来过新人了 这次新人本来就让人期待 加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 大家都想看看 这人最后能不能进树蜜院 阴沟比老者自从被打脸后 就一直冷住脸 周身都弥漫着阴沉的气场 谁也不敢上去招惹她 激进派的众人跟她站在一起 看住大荧幕上滚动的投票数 现在赞成十票 反对十票 两边的数字都还在网上累计 雷纳德绷着脸 心里其实十分紧张 仰头一顺不顺地 看住荧幕上的统计数字 这次统计下来 赞成票十二 反对票开始往上叠加 一口气涨了五票 阴沟比老者紧绷的神情 瞬间放松下来 嘴角露出一丝 志在必得的笑容 还故意往保守派那边看去 然后轻飘飘地说 看来大主角那边 已经做出选择了 激进派的人也松口气 一个个露出笑脸 开始恭喜她 恭喜雷老 雷老有眼光 看来结果已经出来了 另外一边 第二次统计结果出来 保守派众人脸上的表情 就没那么乐观了 再加上对手还洋洋得意地嘲讽他们 他们的气色就更差了 有人沉不住气 低声跟银发老者说 薛老 中立派真站在他们那边 我们都拿出有力证据了 他们嗨 有人气不过 装红色糖装的银发老者 十分沉稳 并没有多惊讶 一如既往的稳如磐石 只是眼眸暗沉 正常 书密院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昆廷一向注重利益 她不会在意道德上的问题 就算这背后 还有女皇拿饮食家族的利益 做生意的事情 昆廷也不会在乎 她要的是利益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她 虽然她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难掩失落 她本来以为拿到这些证据 起码可以放手一搏 现在看来 书密院的偏见就像一座大山 光凭着她 根本撼动不了分毫 第2670章 结果出乎意料 渣渣脸绿了 她改变不了任何人 也改变不了结果 保守派都挺憋屈的 一个个不作声了 第三轮的统计结果 还在紧张的更新当中 终于 新的一轮的结果出来了 这也是决定 乔念到底能不能进 书密院的最后结果了 大家抬头仰望荧幕上刷新的结果 激进派的众人比起保守派 一个个洗上没烧 没太大压力 就等住看结果 但结果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却旁腹挨了一记重锤 全傻眼了 26分15秒 雷纳德表情大变 不敢相信地看住 大荧幕上跳出来的数字 还抱着侥幸心里问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他们之前就15票了 刷新过后 怎么还是15票 居然一票都没有往上涨 这谁能接受 保守派那边短暂意外后 完全是另外一番天地 我们26票 乔念进了 薛老 中立派那边 有人反应过来 马上跟银发老者说 银发老者不用他说已经想到了 侧身望向中立派的席位 绝朔的脸庞 罕见地露出惊讶的表情 昆廷还是坐在中立派的 最中间的位置 他没看两方朝他看过来的视线 若无其事的起身 打了下西装上的褶皱 但莫得跟雅各不说 我们走吧 雅各听到整个参议院 吵杂的议论声 不敢乱看 忙起身追上男人的步伐离去 大主教等等我 雷纳德也看到 昆廷起身离开的背影 包括跟住他一起离开的 中立派众人 他脸黑得可怕 冷着一张脸 衣袖甩在身后 冷冰冰地说 我们也走 雷老 这个结果 雷老 我们就这样认了 激进派众人 短短时间里 体验到什么事 从天堂跌下地狱 完全不能接受 这个意外的结果 雷纳德却被气得 完全不想说话了 见他们不走 自己转身就走 连找招呼 都不跟保守派那边打了 可见他这次说得多憋屈 有多部分 他这么没气度地离开 保守派那边 也有人看到了 就转头问了银发老者 薛老 您不是说 大主教不会改变主意吗 这个结果 中立派明显站在我们这边 他说着又忍不住 妄想荧幕上的投票数 26票赞成 他们这次是碾压性的成果 薛老同样没想明白 但他比其他人沉得住气 比较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 我想应该有人说服了他 大主教是那么好说服的人 中立派就不会一直是中立派了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说的这个话实现起来很难 可就是有人做到了 虽然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怎么做的 但是起码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他马上按部就班地吩咐道 你去通知季篁 好 他又喊住那人 还有乔念 你跟他说一声 保守派的人又停下来 点点头 明白 树密院还要做准备工作 乔念就算要进树密院 也得一周后过来报到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手续和宣誓 第二千六百七十一张望言 来 命给你 时间紧迫 他要准备的东西还多 宇皇那边应该不会轻易放弃 接下来的几天还有点忙 他进去了 怎么会 纪紫英睁大眼睛看着电视上面的结果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脑子更是嗡嗡直响 头都要炸了 乔念进了树密院 他就这么简单进去了 纪紫英手指在发抖 不住地颤 脸色更是差紧极了 六神无主 根本无法接受现实 他把手插进头发里 死死地薅头发 然后猛地抬起头 起身要追出去 他要去追乔念 他要追上去问女生 这个结果是不是也是早就预计好的 让他痛苦 让他后悔的报复 外面 女生下去后没走远 就看到马路边上熟悉的路虎车 车尾上的车牌号码分外眼熟 就是某人最喜欢的数字吧 乔念顿了顿 静止走过去 路虎车慢慢摇下车窗 驾驶座位的男人露出轻取俊脸 将车门打开 跟走过来的女生道 过来 乔念挑了挑眉 走过去 他刚走到面前 左手被拽了一下 人就往前倒去 被抱进一个满满薄荷冷消的怀抱 今天吹风 出门怎么不穿个外套 男人捉住他的手给他搓手 垂眸说话的声音很低 性感雅致 乔念猝不及防被他拖进车里 揉了下眉心 没好气地看他 你拉我上来是让我开车 你想开吗 他倒是大方 拔下车钥匙递给他 微微敞开衬衣的领孔 头往后仰 嘴角还擒着笑 挺樱柳的语调 来 命给你 瞧念着看住他半开玩笑地把车钥匙塞给自己 再看看格外荡漾的某人 沉默片刻 只会到他去隔壁 自己拉上驾驶座的安全带 把车钥匙插上去 歪过头 挺躁地问他 叶少打算飙个多少码 他好久没开车了 飙车就更少了 他把机会送到自己面前 瞧念也懒得跟他避避 问了一句 也没真要他回答 打转方向盘 将车头调转过来 一脚把油门踩到底 改装过的路虎如离弦之剑瞬间飙出去 叶望川第一次看他飙车 雨声眉眼精致惹眼 160的车速 黑色越野 庞扶一记闪电 左右飘移换方向 避开路上一辆又一辆的车 人家开车玩的是技术 乔念显然玩的是心跳 他十分钟就把车飙到别墅门口 一个急杀 路虎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 闻声跑出来的顾三 就看到黑色越野一记猛龙白尾停下来 望野 顾三以为开车的事业望穿 赶紧跑上去 结果看到乔念十分淡定地解开身上的安全带 从车上下来 顺带回头跟他说 我先进去了 窝草 乔小姐开车 顾三赶紧扭过脖子 看副驾驶上坐的人 帮他拉开车门 顿时表情变得一言难静起来 望野 您没事吧 叶望川也没想到他会开这么眼 解开身上的安全带 愣了一下 就低谋笑了 没事 媳妇给我留了一条命 顾三 他早知道不问了 问来给自己找念 第二千六百七十二章 念解知道自己进书迷院了 别数 秦四刚把那桶泡面吃完 正收拾残局 从厨房出来 就看到女生从外面回来了 他擦擦手走过去打招呼 乔妹妹 你刚去哪里了 这样就回来了 嗯 事情办完了 乔念静止走向沙发 秦四跟上去 对了 顾三买了水果回来 你吃不吃 我给你弄个果盘 他 说话间看到夜望川从外面进来 嘴里嘟咕嚕 怎么一个个都出去 要回来的时候又一个个都回来了 顾三最后进来 他进来就跟三人道 我去泡咖啡 乔小姐 望爷 你们喝什么 夜望川进到客厅 就走到女生旁边的沙发坐下 声音慵懒随性 一杯拿铁 不加糖 秦四也举手 我要冰美式 顾三直接忽略他 转头问窝在沙发一角的女生 乔小姐 你呢 你要喝什么 乔念刚回完手机上的消息 文言抬起头 慢吞吞地说 我不喝咖啡 给我一杯白水就可以了 好的 顾三先去饮水机接水 他为乔念接了一杯白开水 放在茶几上 在折返镜厨房去搞咖啡去了 客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秦四吃得有点饱 见乔念难得有空 就凑过去叫他 乔妹妹来一句游戏 乔念还在看 何灵发给自己的消息 小小姐 恭喜你 你进书密院了 她进书密院了 乔念挑了下眉头 网坐在自己不远处的某人身上 瞄了一眼又收回来 敏纯问他 你 夜望川腿上搭着一本杂志 文言放下书 朝他看过来 什么 乔念画到嘴边又顿住了 没什么情思看他们两人打牙语 自己摸摸鼻子走开了 算了 我找张阳他们玩 乔念也起身往二楼走 我先回房间 有点事儿处理 夜望川看着他上楼的背影 从身侧捡起手机 扫了一眼 上面回过来的消息就挪开眼 等顾三泡完咖啡出来 客厅只剩下一个人了 他把咖啡放在男人面前 望爷 您的咖啡 放那里吧 夜望川低头还在看书 顾三把咖啡放好 眼角余光看到他正在看的杂志 是自己买的一本外文的军事刊物 他不敢打扰男人看书 小声说 望爷 乔小姐上去了吗 夜望川端起咖啡杯 试了一口 头也没抬摁了一声 哦 顾三就拿起另外一杯咖啡 跟他说 那我去找秦少 把他的咖啡给他 夜望川自容清卷 坐在沙发上面看书 很是放松 去吧 顾三再看看他 看到他正在看的最新型战斗机的那篇报道 就没再多说 亲手亲脚走开了 楼上 乔念刚回房间 就接到风渠打过来的电话 他一边接电话 一边走过去 拉开窗帘往外面的光线照进来 走回到书桌前 拖开椅子 喂 你 进书密院了 风渠的声音难掩激动 赶紧分享好消息 我知道 乔念已经从何林那里知道这个消息了 并不意外